嗯 有沒有 你看這個 已經大了 有沒有 直的 這個是胯 你看腰 以前的時候也是標準的人 標準的人體 你看胸腔在腹腔前面 胸椎沒有往後彎後來才變了 你看這個是早期的人的脊椎 這是後來的 所以胸椎往後彎並不是應該如此 是後來的演變 你看 你看這個胸 有沒有 小孩子 是不是 這是這個人以前是這個樣子的 後來經過練習調整以後變成 變成這樣子 你看這個 啊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人的自然姿態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看他們 時常在勞 勞作的人 你看他的胸 看他的胸 是不是 是 你看 啊 好 所以第一 第一個 第一個要 要 要送掉 你先幫我拿 你過來 要背 看啊 你看他現在 請問你今年幾幾幾歲 四十二 看 看 看你還挺小的 現在 這個是這樣子 還 還 還比較好 但是你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的壓 壓力在這邊 在 在這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現在要鬆掉的是哪裡 是這邊 你看 他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肌肉 這是腰 這是腰嗎 這個腰肌就變得非常強 這個腰肌變得強以後 腰肌強以後 他就是縮 他就是縮的短 縮短 又把脊椎往後拉 這個 所以你要鬆 鬆掉 所以我講鬆掉的是這個 要鬆掉這個 鬆掉這個以後 你這個不要抓 抓住以後 你練習這個不要抓 這兩個不要抓 胸腔就往前移動 這裡不要抓住 他抓住是把你往後抓 往後抓 啊 你放鬆掉 你試著放鬆掉 這兩個放鬆掉 哎 稍微有一點點的 有沒有感覺到 你放鬆一點點的 胸腔是不是 就往前移了 你胸腔往前移 重心就往前移了 就不會往後倒了 啊 然後跨帶放正 就變成你的胸腔在腹腔前前面 所以你們要放鬆的是這個 你可以先把肩甲骨收緊 往下沉 往下壓 肩甲骨收緊 往下壓 往下壓 是不是在這邊 這個 在這裡 好鬆掉 胸不要緊 胸不要緊 收住 收住 是不是在這邊 啊 我就要你動這個 你這個 你這裡把它鬆 這裡把它鬆 鬆掉 啊 不要用肩做 練習 練習用肩甲肩做 要不要動 不要挺胸 OK 好 謝謝你 不要挺胸 不要挺胸 不是挺胸 胸是 你背鬆掉 胸是自然往前 你過來 給我背 給我背 你看他也是 他在這裡 所以你看啊 這樣站的時候 重心是往後倒 你這個重心 你的上身 上身重 上身重心是這樣 所以你當然不會往前走 所以你往前走 要用腳去扳 因為你的姿態 讓你的動能是往後 往後的 聽不懂 所以你要放鬆掉這個 你要放鬆這個 放鬆 放鬆 鬆掉 好 吸氣 破壞 再往下 好 稍微鬆 鬆一點了 揉一點往前嗎 不要再往後了 好 有沒有 這樣就在挑追 對 但是你要 你要繼續鬆這個 你看 他這裡鬆掉以後 這個凹陷就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你 劍追往下一層 腰鬆掉 腰椎就變直了 胸椎就變直了 胸椎就變直了 這樣不懂 胸腔就在前 前面 這個是帶有點奇怪的感覺 不會啊 這樣才對嘛 你們現在錯慣了嘛 現在錯慣了 這樣很帥 這樣才對嘛 嗯 是不是 五天沒有習慣 對 你給他們看看 你放鬆 人放鬆站 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帥 帥多了 我們一放鬆 腰一鬆一鬆 就是這樣站 你看 你的重心在腳底 重心有一點點在 泳拳的前面一點點 在那邊 所以腳跟不會有很大的壓壓壓壓力 胸腔在前面 胸腔在前面 就是這樣 重心有一點點往前 腳底下 腳底下 你感覺那個 那個 那個重心的壓力 不會在腳跟 你如果是這樣子 它在腳 它在腳跟 你一鬆掉的時候 一鬆掉 它往前移了 移到泳拳的前面一點點 就是我們的腳 三腳型 腳底下有一個 三腳的那個 在那個三腳的點 三腳的點 所以就是其他的地方沒有扁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鬆 你就會感覺你的 對 從腳跟回到那個 因為我們的身體 要去注意 我們的身體 脊椎是在這邊 這是脊椎前面 前面 脊椎前面這邊有什麼 有肋骨很重嗎 有這麼大的肌肉 就是 裡面有心 有肝 有肺 是不是 這麼多東西 胃 在這邊 這個是很重的 而且是往前的 偏前的 脊椎後面沒有東西 就是腎臟 基本上沒有 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人站起來 基本上我們的重心 應該是偏往前的 而且像他現在啤酒度還沒有很大 這個還沒有很大 這邊只有什麼 這邊只有骨 骨盆嘛 骨盆跟大 大腸嘛 所以他也沒有他重 所以我們人站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應該是上面往前下來 上面比較重嘛 上面的前端前半個身體 比下面重嘛 比後面重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自然姿態應該是這個樣子 跟你們看的小孩子一樣 為什麼他們可以那樣動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在前面嘛 所以小孩子在走帶跑 他一定是前腳掌著地 對 他這個在前面 他不可能是腳腳腳跟嘛 他一定是前腳掌 對 所以小孩他們就是剛剛小朋友用重心就是跑步 就是他們他們是用那個繁殖 因為他們肌肉還沒有發展嗎 還是 他的壞習慣還沒建立 他不知道要用什麼 可是他站起來以後 他的身體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看小孩子站起來摸摸摸摸摸 站起來 他有兩個情況 還不穩定的 兩個情況 一個是站起來以後 趴前面重趴往前趴倒 是不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是趴要倒了屁股往後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自然的知道 站起來以後前面是重的 前面是往前的 所以當他會控制這個重心的以後 他的走路跟跑 他都是這個在帶他 都是這個在帶 後來慢慢做學步車 讓小孩子滑手機 做成這個樣子慢慢變了 老師說壞習慣是 不是因為他們長大的關係 不是長長長大 是因為他的坐姿 跟他父母給他舒服 給他舒服 養成的那個壞習慣 還有看電視啊 看那些偶像啊 現在所有的年輕偶像的身體都是錯的 都是都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是一種 一種病態 美學嗎 頹廢風 頹廢風 就不能太陽陽光啊 頹廢風就要這樣子啊 那就錯的 那小孩子就是學啊 聽不懂 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長大以後都錯的 可是你看非洲的那些他 從小勞動他們不是從大勞動 從小勞動 你要提重東西 你這樣子你能提嗎 提不了嗎 他們從這個東西就知道他的知識 對你看頭上頂重重物的 他一定要這個樣子 他才能頂啊 你這個樣子你怎麼頂啊 那麼懂 所以他們從小勞動的他就知道他身體自然知道是什麼姿態 我們後來被交錯了 我們自己的學習醜了 所以要回復到那個去掌握我們的重心 走起路來腿就輕輕快 所以八卦走掌你一定要掌握這個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上次教你們你在走的時候 他怎麼走 他就是用這個走啊 當他在走是用這個走啊 他用這個走啊 我是不是一直在動 沒有停吧 沒有停吧 你如果這樣走是不是停了 這樣走是不是停了 我要這樣子 這樣子 我要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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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嗎 走就是 出發 這個一直在走 這個 是這個走 不是這個走啊 他們懂 所以這個走路的姿勢 這個走路姿勢 要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過來 日常生活裡面就要改 啊 你平常走路就這樣子 走路才有風嘛 對不對 人家跟你肩碰肩 一碰人家就倒了 因為你的力量在一直往前走 走 走吧 要不懂 當然跟女朋友牽手散步 就稍微頹廢一點 沒關係 對不對 自己正常你要曉得怎麼走 啊 都是鬆的 胸不要亡 胸不要停 曉得了 去練練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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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